音乐制作人王志平这回呢带着女儿一起呢献身了颁奖典礼 不过呢全场焦点统统呢都在她和林慧平的新恋情上头 主持人黄子娇哦更是呢把握机会梦亏她 不知道台湾有很多选秀节目吗 我知道我知道 其实老师们平常都在竞争 都在私底下问问这个亲朋好友说 到底是你慧平还是我慧平呢 我觉得是她慧平耶 没错因为林慧平就是她的 哎呦 人都还没出场 王志平已经被主持人黄子娇亏了一番 带着歌手女儿王若霖一现身 黄子娇字字句句不离林慧平 天王制作人以及非常有质感的实力派歌手 欢迎最慧平的王志平老师 你还讲 谢谢你 王志平尴尬说谢谢 以唱片制作人身份出席音乐类颁奖典礼 但主持人可是把握每次机会 猛窥他汉林慧平的新恋情 王老师最近应该常常落枕吧 你不要再开老师玩笑了 因为所谓情难枕啊 连林慧平的招牌歌曲都搬了出来 王志平父女俩显然有点招架不住 只能摇头苦笑 老师你的屁不对啦 没有 就这样子吧 不好意思谢谢 这么害羞啊 那只好王老师带来一首情难枕了 大概没有主持人讨打了没有 对不起 背亏了一次两次还来第三次 王志平终于开口反击 直说黄子娇真讨打 吓了台湖也怕焦点全在他身上 王志平成了全场唯一拒绝受访的艺人 但是平平练越低调 让外界越好奇 整理讯来台北综合报道